后疫情时代健康意识提高 加上阻断措施期间无法体检 带动了人们对健康检查的需求 收访体检中心就表示 上门体检的人比疫情前增加高达50% 而当中不少是30岁或以下的年轻人 来跟记者黄秋仪的报道 这家管理6家健康检查中心的医疗集团表示 体检需求在防疫措施放宽后增加了约2到3成 除了疫情期间无法体检的常客 中心也迎来新客户 我们看到病人从早年轻人和早年轻人 来到病人 这并不是很普遍的地方 病人已经变得更熟悉 尤其是疫情过去年 疫情过去年 有很多新闻新闻 病人已经通过2-3回合病人 他们已经通过了家庭 所以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医疗集团 授权师也表示疫情后的体检者有年轻化趋势 另一家体检中心则观察到目前约半数的体检者在30岁左右 中心说今年的体检人数比2019年同期多了将近50% 最近我们的政府也是推出健康SG的运动 可能一些年轻人也是听到了 也是会自己来做一个身体检检 早期的糖尿病 早期的癌症 其实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对于好像癌症的筛查 其实女性可以从25岁开始做检查 男性可能50岁以上才可以考虑 慢性疾病 好像高血压其实从18岁开始就可以自己测一下自己的血压 医生建议抽烟超重或有家族病时等高风险人群 每年应做一次体检 以尽早发现疾病及时干预和治疗 感谢观看